大林單身漢學殘疾妻子 患難夫婦在西北農村生活苦中作樂 吳仁林和海清主演的大陸電影影入成煙 上映跳房亮眼 但上個月底在大陸影視平台被下架 根據外媒報導 疑似是中國二世大前 怕被誤會大陸社會生活困頓 同樣描述底層社會電影 因為是在國際平台上架 反而更受矚目 看著心愛的外婆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小女孩頓時失去了依靠 有陸星朱一龍和童星楊恩佑演出人生大事 講出現實生活必會碰到的生死議題 朱一龍飾演殿葬工作者不忍小女孩失去親人決定服養 人生大事中親近底層社會生活 近年六月在中國上映拿下17億人民幣 大約77億台幣的好成績 其實自己小時候也會困惑這個問題 就是之後去哪了 也會害怕自己親人的離開 就是自己會很擔心這個事情 但是現在大了 我覺得這個電影 我覺得也是給大家一個 面對生活除了死亡其他都不是大事 人生大事拍出現實情感轉折 OTD平台一上映 立刻登台灣排行榜冠軍 消息也登微博熱搜千十名 你看到那個煙蟲沒有 你外婆被燒了變成煙了 飄到天上跟他不見了消失了 以後再也看不到他你明不明嗎 動不動 人生大事轉人熱淚 連女心育方看過後也忍不住大哭 今晚電影講的是四川武漢方言 刻畫人性深入人心 體育變新聞陽性播章 張啟雲台北報導